二战后期 对德国和日本的轰炸 让同盟国都认识到了轰炸机的重要性 冷战开始后 美苏进行军备竞赛 核武器凭借其巨大的毁灭性 成为了双方可能用来摧毁对手的最有效武器 早期的轻弹 由于技术问题 体积和重量极大 只适合空投 而当时的图16 B-52等轰炸机速度较慢 难以突破敌人的防空网 如何把轻弹投送到对方的国土上 成为了美国和苏联首要考虑的目标 1960年代 美苏几乎同时开始战略轰炸机的研制 1965年 美国启动了先进有人驾驶战略飞机 AMSA计划 它的成果就是后来的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 在综合研究了美国的AMSA和XB-70项目后 苏联空军于1967年提出 要一种多用途洲际轰炸侦察机 在18000米高空 速度达到3200-3500千米每小时 低空航程11000-13000千米 高空亚音速航程16000-18000千米 具有超音速巡航能力 飞机携带的基本武器为核导弹 包括重型Kage-45和轻型Kage-2000空对地导弹 也可以装载核炸弹 然而因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导致项目中止 1970年 苏联空军降低了技术要求 最终图伯列夫设计局拿下了竞标 后结合米亚西舍夫设计局的M-18可变后略议方案 研制出了图腰60 1981年12月19日 图腰60展开了第一次试飞 1987年5月 图腰60开始进入部队服役 1988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苏联空军原计划要100架 但1991年底苏联解体经济陷入困境 1994年6月 图腰60被迫停产 一共只生产了25架 苏联解体后 这些飞机分别被大毛俄罗斯和二毛乌克兰继承 其中大毛获得6架 其他19架飞机因驻留基地都在乌克兰 因而均归二毛所有 在分家后不久 二毛沾沾自喜 以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战略轰炸机引以为傲 单凭手里的这些装备 随便组建起一支战略空军 足以碾压大多数国家 不过到了真正运营这些大家伙的时候 二毛傻眼了 这些吞金兽是真的费钱 对于经济困难的二毛来说 这些大家伙除了充当门面之外 基本别无他用 早就垂涎欲低的大毛 抛来了橄榄枝 以手头也不宽裕出价不高 几经谈判都无疾而终 随后美国文讯赶来 阻挠交易并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为由 怂恿二毛销毁这批战略轰炸机 1998年 二毛拿着美国给的几百万 拨款拆解了三台图160 之后美国又跟二毛协商 卖三架图160给美国其他全部拆掉 而且出价比大毛还低 意外的是二毛居然答应了 大毛一看就急了 再这样搞谁也别好过 这才让拆解工作暂时停止 到了1999年 两兄弟还是没弹拢轰炸机的转让方案 大毛失去了耐心 既然弹不拢 那还钱把兄弟2.7亿美元的天然气债务 二毛实在没办法 最终用八架图160抵两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美国最后也是干瞪眼 此时加上原本分得的六架 大毛一共有14架图160 二毛拆解了三架 抵账八架 还剩有八架 按照和老美的约定 二毛全部拆解销毁 只留下一架空壳机 运到博物馆收藏展示了 不得不说 二毛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亲手葬送掉强国抵运 实在是可惜 大毛还在缓慢地生产新的图160轰炸机 一架已经于2006年3月服役 另外一架则是2007年就役 目前至少有16架正在俄罗斯空军服役 此外 旧的图160也正在有序地进行升级改造 升级后的型号为图160M 2018年底 俄罗斯从零开始建造新的图160战略轰炸机图160M2 并于今年1月12号进行了首次试飞 图160因其优雅的外形和俄罗斯空军的白色涂装使其被赋予白天鹅的称号 它是有史以来最大最重的战略轰炸机 也是世界上航速最快航程最远的战略轰炸机 一次加油续航里程可达12000千米 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 能搭载多达45吨个型弹药 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性能数据 成员4人 长度54.1米 翼展全后略35.60米 全展开55.70米 高度13.1米 翼面积232平方米 空中110吨 正常起飞重量267吨 最大起飞重量275吨 4具库兹涅索夫NK-32涡轮风扇发动机 单具推力137000牛 最大速度2.02马赫 巡航速度0.9马赫 爬升率70米每秒 实用声线21000米 作战半径7300公里 一负荷743公斤平方米 推重力0.37 徒腰60弹舱内可在自由落体炸弹 短距攻击导弹或巡航导弹等 两个12.80米长的武器舱 每一个舱的前段装有 MK-65U滚准式发射架 可带6枚彩虹设计局 KH-55SM巡航导弹 或KH-55巡航导弹 或者依照任务不同 可以将两个弹舱的滚转式发射架 改为MK-6EU型 如此可携带24枚速度约5马赫的 KH-55超高音速短程巡航导弹 或者是回马枪 P型短距反雷达飞弹 徒腰60最显著的特点是 采用一身融合体设计 机翼为可变后掠翼 装四台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 乘队的装在机翼下靠近飞机重心的 两个发动机短舱内 十字形尾翼 武器舱位于机身中部 徒腰60的总体气动布局 与B-1B机为相似 相似的总体布局表明 两国设计者均想通过 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一个 共同的问题 即将轰炸机航成员 续航时间长和武器再贺大的特点 与低空高压音速和高空高超音速 突防能力结合起来 徒腰60轰炸机安装有 旗背的火控导航系统 有能够在远距离预先发现 地面和海上目标的预警雷达 此外还安装了光电瞄准距 地形跟踪系统 主动被动的电子对抗系统 和空中加油系统等 飞行操纵采用中央驾驶杆 驾驶舱内的仪表设备有传统的 也有机械电子的 在驾驶舱内 还有休息室 厕所和食品加热柜等 图腰60轰炸机 还装有攻击和防御用的电子设备 其体积和重量超过B-1B轰炸机 如前所述 图腰60轰炸机的记忆平面形状 是从逆火演变来的 但是由于图腰60轰炸机的发动机 不像逆火 装于机身之内 而是装在机翼之下 因此它的机身也比逆火细长 这样固定翼的边条 几乎延伸到头部 这样必然加大一根的厚度 从而加大固定翼内的燃油容量 图腰60也具备空中加油系统 已被延长任务之需 加油管就在封挡前正中央 不过因图腰60的内油槽容量 高达130吨 如果飞行员以每小时850公里的速度 在9000米的高度飞行 可以飞15个小时 可以说 除了隐身性能以外 图腰60是一款不错的轰炸机 或许在未来20年间 这些身形优美的白天鹅 作为权宜之计 依然会是俄罗斯的空中战略打击力量 直到被下一代PECDA隐形战略轰炸机所取代 最后 如果各位观众老爷喜欢本期节目 请不要吝啬手中的硬币和收藏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